想問說昨天有去韓國瑜的臉書留言 是不是希望還是希望能夠取得韓粉的支持 我想我們對韓市長的 特別在執行這些公益的部分 我們絕對給高度的一個肯定 有沒有留言那個都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是韓市長從頭到尾都是非常支持柯真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不管是韓粉非韓粉 只要是高雄市民 我們都是希望取得最大的公約書 能夠給柯真最大的一個支持 跟我們的議員最大的支持 等一下你看前面就好 你看前面就好 不然是誰問問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黃議員長 有沒有1800這個身上造勢成功 就是柯市長來 這樣的人才 這樣的人才你有沒有新的規劃 面對那個民進黨中國選舉的地方選舉 你有沒有一些策略還是新的hyper 我們第一個設計就是成立客家分的這個大家族 那這個大家族成立的當天你們都看到是人山人海 大家都要進會場都擠破的頭 就可知呢 那麼 這樣一個設計是成功的 是有達到目的 其實呢 我們 柯真 他的各方面條件都是非常的優越 高雄市 可以說除了韓市長 有執政幾個月以外呢 其他時間 幾十年來都是民進黨在執政 民進黨執政呢 我想 大家都了解 那麼人民的感受 所以現在人民的期待就是希望 有一位像柯智文這樣清新 又是 非常 可以說 大家都 認為是非常漂亮 的一個新市長來出現 這個新市長 漂亮是表面 他是內涵 非常是豐足的 那麼 在國會歷練 在中央歷練 在大學教學的歷練 那麼呢 對於我們地方的一個深入 可以說啊 充分了解到高雄市需要這麼一位 這個市長 所以我們希望呢 未來 那麼很快 讓他的知名度啊 能夠 讓所有市民 都能夠 知道 而且呢 感受到 這麼一位優秀的市長 這是大家所期待 他來擔任的 所以 我們未來 當然 像 9月30號 我們 等等呢 我們就會呢 有很多的 各方面的活動 來 這個 來出現 來進行 這個 向市民的推銷 還有呢 向市民的搭票 好 好 董事長 那黨主席 怎麼會下來 為你站台 黨主席幫各地方的獲選人站台 是無庸置疑的 那就是看看 不同的一個規劃 所以未來的時間 當然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是 不過跟剛剛報告 其實有些後悔 台北智庫的一些的工作 跟記者會 還是有很多機會 可以遇到主席 來共商一些的策略 跟磨略 市長 你昨天想要用毅力跟努力 然後而且你已經走過一遍38區了 接下來的話 會用什麼樣子的在 這未來的時間 再更努力的去爭取這個選票 我想未來 38區一定會還會再去走一圈 然後最終呢 是我們的議員 他們都有一些自己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會跟議員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那從9月開始之後呢 柯正會有一連串的這些證件 會透過直播或是預錄 或者是一些不同社群媒體的管道 那像是教育的議題 我們會找教育委員會的這些的議員 共同大家來背書等等之類的 所以未來應該會是跟所有的議員 站在一起 對很多的策略應對上面 我們都會做更完整的一個 這樣子的努力跟付出 我想我們就是不斷的拋出了一些的政見 我想是否也會做一些的回應 那大家就彼此在政見上互相來看看 如何能夠讓市民最能夠一些的說服 然後在這次的選戰當中 我們也勾選了辯論的這一項 所以我們應該非常有信心跟市長 對他過一日都是用兩年的時間 來告訴高雄市民他的績效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會提出我們在這方面的質疑 更可以提出更好的解決的方法 所以直求對決就是用辯論的方法 來做這樣子的彼此之間 政見上面的一個交鋒 希望市長可以接招 我覺得我們來就是一個正向跟陽光 所以我剛剛特別提到的 我到時候會請人送他大乖乖小乖乖的 請他回過到政選的一個詛咒 不過我可以體會激進黨這樣一個小黨 這民進黨基本上是把他 雖然是把他號稱為一個小略 可是我想他們有個做在哪個方式 對我個人來說 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只是希望他們所講的所指控的 能夠是以高雄市政為基礎 而不是為了博榜面蹭聲量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選戰 不符合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希望能夠正面跟陽光 不要做任何的扭曲跟曲解 但是尊重他們自己的做法 他這次就是因為被抄襲 然後他絕不接受 我覺得張院長這次的事件 跟林志堅的抄襲是完全兩碼事情 張院長已經由洪基來做一個背書 這是當年的一個委託案 所以這跟抄襲是完全是不同檔次的一個問題 這個民進黨千萬不要是張飛打岳飛 把所有的事情混在一起 不能因為是林志堅的抄襲罪證確鑿 就把任何跟這個有關的事件 也把它打成一種抄襲 我覺得張善政院長 今天早上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了 如果有五千多萬是進到他個人的口袋 他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絕對退選 因為他對自己非常的有信心 我們也對他非常有信心 最重要的是洪基他在社會上的公信力 也絕對高於所有綠營的任何的政治人物 洪基都趕出來背書了 請問綠營還有什麼話還可以講的 昨天也有人開始提到 農委會那五千七百萬經費的事情 那五千幾百萬的經費 如果有一塊錢掉到我口袋 我就退選 我非常有把握 洪基出面投標 出面簽約 錢怎麼進到我私人口袋呢 沒有一塊錢落到我口袋 我沒有因為這個計畫 剝你一塊錢 這個計畫是把國外農業電子化最新的進展資訊 摘入他的精華 轉給我們國內的農業研究單位來參考 所以這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計畫的本質就是在做這種科技新資的引進跟推廣 那我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昨天也有人開始提到農委會那五千七百萬經費的事情 我要跟大家報告 那五千七百萬的經費 如果有一塊錢掉到我口袋 我就退選 我非常有把握 大家也知道說洪基是一個非常有制度的公司 他出面投標 出面簽約 當然這個錢也是由洪基出面去領到公司裡面 花在這個計畫上面的活動 包括研討會員工薪資等等 我領洪基副總經理本來的薪水 沒有因為這個計畫多一塊錢進入我口袋 我特別聲明